我們剛剛一直忘記跟各位講 就是怎麼樣把樓層刪掉 如果你增加了一個樓層 恰麼麼要把它刪掉 不管裡面有沒有東西 按右鍵 沒有 要空白的地方按右鍵 才有刪除樓層 這樣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蓋錯了 請記得要怎麼刪 在空白的地方按下右鍵就有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 我們樓中樓還沒有跟各位交代一下 那來看一下到底樓中樓要怎麼蓋 我先把這些樹我先拿掉 這樣顯示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樹太多了 因為這些都是真的樹 所以節點比較多 那當然你可以從這邊選 也可以從我們左手邊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 對不對 你也可以從這邊選起來 這樣你就可以很快就找到 你要刪除的東西 像我這邊這樣拿掉 有沒有 在下面可能還有的 好 OK 那這邊呢 我們先進他們家看一下 如果說你像這樣子 在這樣用的時候 請問有斜屋頂這樣會擋住你的視線 會 你可不可以讓他暫時休息一下 可以的 你看我們左邊這裡 屋頂點到他 這兩個我一起選起來 找到了之後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比較可見 你可以先讓他怎麼樣 暫時先隱藏起來 請他不要擋住我 這樣有沒有看到人家裡面有一個這樣子 進來一點 進不去 進到他 進來一點 這樣有沒有看到 想要睡這種床嗎 小木屋寺的對不對 很多小木屋寺的那種 他在上面這一層 這個 我把它刪掉好了 刪除樓層 好的 回到這邊來 有沒有不見了 對不對 來我們來試看看怎麼樣做這個樓中樓 你看我們平常按右鍵 剛剛我們增加的都是屬於就是一般的樓層 一般的樓層 那現在呢我們要改 改成叫做樓中樓 就是這個 你把它增加一下 看起來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覺得哪裡不一樣 你看這個圖 有沒有覺得有一點點不同 你家 是不是有一個等號 表示這是樓中樓的 那樓中樓 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樓高 你看我把它點兩下 你會發現說 怎麼這兩個 好像都一樣有沒有 因為他預設都是一樣 都從哪裡 零開始嘛 這兩層樓 因為都屬於同一層樓 所以從零開始 所以呢今天如果 你要在上面那一層樓 我這個叫樓層一 如果你要在上面這一層樓 你想要從 150公分開始蓋 那我就來告訴他 我這個樓層 樓高 是 100 等一下 樓層一 我的高層是150公分 然後呢開始往上 但是這個樓只有多少 250公分嘛 所以我的整個樓的高度 就是樓中樓的高度 從150公分開始 最高是比多到250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個樓的高度就是250 減掉的嘛 150 所以最多只有100公分 這樣了解嗎 了解那概念了 所以你來這邊 100公分 按確定 看起來好像也沒有變 對 但是呢我們馬上來畫看看 你想要有一個地板 按一下 我就來這裡畫一個 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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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畫起來之後 好像就浮在樓中了 有注意到的嗎 知道什麼叫樓中樓了 重點是在剛剛那個設定 今天如果你沒有做剛剛那個設定 你畫了一個地板 很抱歉 一樣是在地板上 還是在地板上 這樣有了解嗎 再看一次喔 在這個上面這裡 平常增加的時候 他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我們在這個地方 樓中樓這裡 他最大的特別就是在這個 你第一個所謂的高層就是 他距離地面多高 這個距離叫做高層 他的地板 從這個地方開始建立 如果你是零 就表示他從 跟我們一般的地板一樣 都放在下面 那這個樓高指的就是 這一個樓 他往上長多高 這樣子 這個要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這邊比較容易做錯 或者兩個顛倒 反正你弄不出來 就知道你錯了 OK 所以你看 我們這樣弄好了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木地板放進去 對不對 這樣 點到他 好 進來 你就可以把你的床 你看我現在放錯邊 我們就把他拉過來這邊 剛剛你要微調 我們講過你可以用什麼 用方向鍵 對不對 樓梯 用方向鍵 過來一點 喔原來我設太低了 我把它高度 不得已我先把它高度調低一點點 這樣符合小朋友高度 好 然後你就可以把床啊 那些事都放進去 都一樣的概念 所以樓中斗 在這邊先這樣讓大家比較清楚說 他可以怎麼做 那你如果 直接設定那個地板 地板地板 木地板 你看 你曾經 最近用過的 他會出現在下面 有沒有注意到 我們剛剛皮卡丘還在下面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是 最近有用過的 直接從下面直接點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就找一個喜歡的木地板 確定 確定 這樣就有了 那當然像我們剛剛用木地板 如果你的木地板 那個紋路有沒有 比較粗一點 不要那麼細的 你要去調整他那個材質 然後調整那個材質 就可以讓他比較一條 比較一條 不會重複那麼多的事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你看 這樣沒中 好 OK